大家好,我是靳 今天我们来聊聊坚果酱 可能许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喜欢吃坚果酱 不仅可以用来抹面包 还可以做甜点,拌沙拉 但是朋友们注意过坚果酱的配料表吗? 我们拿花生酱来做例子 因为坚果磨成酱后,油脂容易分离 因此不少品牌会加入植物油 甚至氢化植物油 作为稳定剂来营造丝滑的质地 使得花生酱看起来更加的诱人 另外为了口感,大多都增加了糖分 使得热量更高 所以最理想的坚果酱应当是止含坚果本身 比添加了油和糖的要健康的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如何自制坚果酱 用高品质的坚果 做最健康的坚果酱 吃得更安心 制作特别简单 只需要几分钟 那我们就开始吧 半杯大杏仁80克 半杯花生仁大约80克 半杯核桃仁60克 我今天想做的是混合坚果酱 你也可以用单一的坚果来做 方法是一样的 也可以加开心果或者是腰果 配比也没有固定的要求 喜欢的可以多放 松入烤箱150度烤10分钟 注意观察千万别烤糊了 生一点没关系 糊了就不好吃了 不愿意烤的也可以用生的直接磨 但烤熟的坚果磨出来往往更香 生磨的容易有青色的味道 烤好的坚果稍微晾凉一下 然后倒入到食品加工机中 没有这种机器的 也可以用其他的食品料理机 能够高速打碎的料理机都可以 先用增速10秒把坚果打碎 然后用刮刀把周围的坚果刮下来 这样不会让刀具空转 加盖继续高速打磨 根据你继续的需要 分段进行打磨 打到这种状况 我一共分了五六次打 每次10到15秒 如果喜欢吃带点咸味的 这时候可以加一点盐进去 继续再打10到15秒 最后打到这种可以慢慢流动的状态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只用了坚果 没有加任何的油 所以我们打出来的坚果酱 是比较稠的 磨好的坚果酱 可以放在能密封的盒子里 放冰箱保存就可以 一次不用做太多 每天都可以吃新鲜的 自己磨的坚果酱 虽然看起来不像买的那么丝滑诱人 但是香气非常纯正 你可以直接抹在面包上吃 也可以拌沙拉打奶昔 用它来做甜品也非常好 这几样都是我加了坚果酱的小点心 家人和朋友都特别喜欢 相关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可以去查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是Gin 我们下次再见